时间只会前进 不会后退 英国这两对夫妇 原本也这么认为 直到某次旅行 他们无意间跨越时空 想法彻底改变 1979年夏天 兰恩和杰夫夫妇 一行四人 开车前往西班牙度假 途经法国天色已晚 他们开始寻找下他旅馆 这时一间地处偏僻 古朴温馨的旅馆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法籍老板热情应门 即使语言不通 自然还是决定入住 不过他们进入旅馆后 却发现这家旅社 居然没有电灯 只靠墙上几个蜡烛 勉强着明 蜡烛旧家具 一切像是回到过去 但一想到这里是乡下 英国夫妇没在追究 没想到隔天早上 看到的景象更夸张 两名穿着双排扣制服的 法国警察进入旅店 打扮活脱脱像是古书 走出来的人 没多久 一位穿着长洋装的女士 进屋寒暄 同样老气横丘 蓝恩和杰夫夫妇 尽管觉得不太对劲 还是在这间乡间旅馆外 拍下四人纪念照 没想到接下来怪事发生 这张照片回到英国后 他们却怎样都找不到 像馆的人立刻帮忙确认底片 结果发现按下快门的合照 原本的乡村旅馆凭空消失 冲洗出来的影像 剩下长满杂草的乡间小路 仿佛那一晚的经历从没发生 兰恩和杰夫夫妇开始怀疑 他们可能穿越时空 因为根据资料上的图片 法国警察跟女士 怎么看都像是 西元1900年的人物 但两对夫妇不解的是 当时他们的确用 1979年的法郎 付清了旅馆诸宿费 若老板真的是古代人 又怎会收下现代钞票 他承受了它 那就是他 他永远是由我 神奇的是 兰恩和杰夫夫妇 并不是唯一宣称 自己曾误入时光隧道的人 早在1901年 英国两位女教师 夏洛特跟伊利诺就宣称 自己曾在参观凡尔赛宫时 不小心穿越时空 还遇到18世纪 发黄路易十六的妻子 马力王后 中年这个妇人 她穿得很优雅 而且穿着打扮都算是一看就觉得 她是一个很贵气 身上都很多珠光宝气 在那边画画 这两位女老师原本不知道 他们遇见的人就是马力王后 直到后来 他们看到当时的宫廷画家 为马力王后绘制的肖像画 才惊觉他们遇到了历史上 各个有名的人物 两位女老师 后来将经历写成书出版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 引起极臘震撼 穿越时空的故事 还发生在一百多年后 英国古老港口城市利物谷 相传有民众走在波德街时 莫名其妙回到20世纪初 还有人宣称自己看到纳粹军机 正在进行轰炸 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发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2006年的人 竟然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景象 由于至少有100人 经历类似的神秘现象 英国警方不敢大意 开始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附近中央车站的建筑结构 影响了人的磁场 造成时光倒流 他是利用这个石鹰等一些物质建构而成 那科学家就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石鹰 这些磁性的物质 会产生这个时光倒流的一个情况 波德街是否存在了一条 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 真真假假 众说纷纭 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得知